关武时节 蒙昭静度 这个传统习惯 习惯 一直学生到新年 五黄桥果 肉粽飘香 特别的好吃 小镇里的经营者 依托端午创收致富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 打造文旅品牌 为小镇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 浙江绍兴 黄九小镇 大家好 我现在就是在浙江省绍兴市 粤城区的黄九小镇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 庆端舞龙舟表演赛 我身后的选手们 都已经摩拳擦掌 蓄势待发了 他们将的情绪 为我们的节日增添了浓厚的 我现在对我来说 他们把人的小区 都已经摩拳了 金边的鹏 被开了 看起来 将不一定的 机会 不保存 好像 因为 宇宙 克你 我 這幾個多年了 我們年級大的 主要是科興為主 年級都差不多 都是二十幾年完了的 都經營比較做 因為我們這裡是水鄉 水鄉很早以前就要農澤頓的 那時候農澤頓全是民進執法的 執法主権的 後來是慢慢慢慢比較變化了 一直到八十年的時候 我們重新租進了龍舟的 年齡最大的75歲了 最小的51年 平均年齡60歲左右吧 隊伍就到了更要挖龍舟 那麼這個傳統習慣 習慣一直學生到新年 浙江省紹興市粵城區黃九小鎮 以前被稱為東蒲古鎮 它是紹興著名的水鄉 酒鄉 橋鄉 距今已有一千六百餘年歷史 紹興河道密布 四通八達 舊時紹興城內最熱鬧的地方 必定與河相關 四鄉巴林的鎮村居民 習慣於坐著屋旁船 進城趕集 有的貨船尚未靠岸 就被眼尖的顧客發現 開始談起買賣 好 也是舊時紹興城內最具特色的一種市集形式 水上騎士 但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出現 它也慢慢退出了我們的生活舞台 而水上騎士裏的烏棚船又有另一個名字 霍郎船 漁米之鄉的熱鬧 在烏棚船的搖滷聲中盪漾 師傅 哪吼哪吼 快點 快點 你這船上好多東西啊 水上有冷過 又洗過 因為冬季馬上要大了 所以我們水上開始幾日 買個冬季的東西 有網人 還有幾個 叫我們撒清個特產 冬季大了 主要買個多東西 對 還有粽子啊什麼的 端午道了 調果 粽子啊什麼的 還有咱們這個花雕酒 都有的 那咱這些大概價值是能有多少啊 價格來還在新年的生活生命都提高的 價格來還在比較便利 還有咖啡豆都一個水上一個東西了 幾乎買光 買兩百多塊錢 全部賣光能賺兩百多塊錢 對 然後這一船賣光了已經 剛剛 已經新年已經 從西馬尼的地利益了 現在已經幾本賣光了 哦 頭一船您剛剛已經賣光了 現在這是第二船了 對 第二船 那就等於說 您現在一天能夠 掙個八百塊一千塊 七八塊錢差不多 一天能賺七百塊錢 對 對 對 搖著船兒的水上貨廊 滿載著醬貨 蟹菜梗 甜酒釀 及各式蔬果 等待著嘻嘻嚷嚷嚷的買家 那熟悉的水香吆喝聲 也承載著老少星人的美好記憶 在這兒的地利益 是 從中間的美好記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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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盛時曾湧現出五百餘家酒房 時至今日 很多東浦的尋常百姓家 仍然保留著手工釀酒的傳統工藝 香芋酒其實是 我們四大類黃酒中糖度最高的 又稱為甜形酒 就最甜 最甜的 但是它跟傳統的黃酒不一樣 傳統的黃酒是用劍湖水釀造的 那這個是用白酒代替水釀造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喝到這個 糯米穀物發酵產生的一個甜味 但是它的入口又是非常鮮爽的 這個香芋酒它倒出來顏色是淡金黃色的 那非常應景 因為我們端午節要喝循黃酒 要喝黃色的酒 所以說這個酒需求量非常非常高 就很應景 而且甜甜的 對 很甜甜的 這個的話咱現在怎麼賣 這一款的話我們現在店裡賣90元一瓶 吳興剛 今年37歲 出生在邵興市粵城區 東浦街道南村的一個釀酒世家 他是家族手藝的第五代傳人 打小有印象就是每年冬天的時候 我爸爸自己的小小桌房也就非常的熱鬧 因為當那個柴火照一針米的時候 熱氣騰騰的意味著就快過年了嘛 然後爺爺跟我爸在酒房裡忙活著 然後因為小時候也沒有什麼可玩的地方 所以經常會劈癲 劈癲地跟在他們後頭 印象最深就是有兩次經歷 第一次經歷是我爺爺跟我爸爸兩個人 滑著船去我們清澱湖 湖中央取水 當時不明白大家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水拉回來 然後最後用於釀酒 那到現在自己做了黃酒之後才明白 原來這個就是我們釀黃酒必須要用到的劍湖水 第二件事情是父親春炸的時候 要把這個黃酒煎炸完封潭入庫 然後他可能乾了一天活有點乏力了 兩坦酒挑出來的時候摔了一坦 然後當時父親這跪倒在地上 就舔那個地上的這個酒 當時就非常的不理解 因為覺得很髒嘛 但是這兩年就是自己 通過親手釀製這個黃酒 發現這個酒確實來之不易 據紹興加工技術史技術 信濟酒房吳阿慧釀出的酒 1915年曾獲得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 是目前為止 紹興黃酒在國際上獲得的最高榮譽 而吳興剛正是吳阿慧的後人 他和父親一起傳承了 總被古法釀造黃酒的技藝 做法幾十年如一日 從未改變 這個是我們做紹興酒必須要用到的這個白藥 這個白藥呢它是用 夏天的時候在紹興的這個山溝裡 有一種叫臘料槽 把臘料槽那個割出來 然後曬乾磨成粉 然後再把八月份這個 半熟的這個早稻米割下來磨成粉 然後再拌上這個去年做的老藥 這樣按一定比例配好之後 然後加上我們紹興獨有的這個劍湖水 然後再拌上去年做的老藥 這樣按一定比例配好之後 我可以聽說 我可以聽說 你應該可以跟一個人做的 我可以聽說 有什麼聲音 好嗎 我這是做法的 好嗎 我可以聽說 好嗎 从生活中发现了一个宝贝 当时我妈妈做了两罐这个黄酒最早 就是用我们的黄酒泡了这个黑枣 然后它做出来的口感 就是好像跟我丈母娘做的完全不一样 两种食材的香芋 让黑枣出现一种新的味道 变得润泽微醺 当它再一次与粽子结合时 一种奇特的口感 给人们的味蕾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因为黑枣它吸收了黄酒的酒精 包括黄酒的香气 然后我们把这个泡制 一段时间的这个黑枣放到这个粽子里面 然后蘸完了之后就把它蒸一下 那这样的话这个粽子里面的糯米 就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个香气 还有枣汁的香味 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组合 在出了一个锅里面的意味 就是小酒 一样也有一个 我自己也有点 就叫我去干东西 你怎么办 好的 我现在在这里 说你这样 我自己的 你 你 經過這三個半小時 快四個小時的等待 對呀 我們從白天到黑夜 我們的粽子終於出鍋了 這個有沒有嘗出一個 枣子的這個果膠味 枣子的那個味道啊 就是全部都在這個交界的地方 交界的地方了 對對對對 特別好吃 有些微零的這個地方 好像很可怕的 要不要放你這個樣子 做別際 大豆粽 我吃了一口米 这个米感觉浸满了油脂 浸满了油脂 最好吃的反而是 那个白白的肥肉 对对对 那个白肉你用舌尖一抿 它就化开了 对 然后这个 入口即化 这个鲸肉 你吃到嘴里 它也一点都不塞牙 特别的好吃 很香甜 而且它应该是 红烧的那种酱油的味道 酱油的味道 我们是要听特别的那种 酱油在里面 酱香味 酱香味 那种酱香味全部都在里面 再吃一个 当地有俗语说 粽子配酒 天长地久 要论原材料 二者都是由糯米制作而成 因而搭配起来 相得益彰 夏日里喝上一杯香雪酒 吃上一口黄酒肉粽 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端午节的气氛 还有这里的记忆和香愁 来到了黄九小镇 就必须要听一段乐剧 而在现在的这个节日里 我们最应该听到的是 《白蛇传》《断桥》 让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 《断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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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桥 雷馬拉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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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端午節期間 送一個香囊給親朋好友 不僅能屈聞屈蟲 還是一份非常美好的祝福 我覺得這個甜 但是不像我們以前吃的那麼甜 而且很細膩 因為這個綠豆糕 我們已經改變過了 以前的綠豆糕很甜的 現在的綠豆糕不甜 就是我們用那個海灶當作的 這個海灶很健康的 還有你說細膩的話 就是我們以前都是那個 有酷的 現在酷去掉了 給的很細膩的 所以在端午節期間 買上這麼一盒 就寓意著 咱們的生活 事業 愛情 步步高 每到端午節 小鎮裡家家戶戶 都會包粽子 懸掛艾葉昌圖 互贈香囊 還有吃五黃的習俗 五黃即黃扇 黃魚 黃瓜 鹹蛋黃即熊黃酒 目的無外乎辟邪趨溫 寄往一整年都平安順遂 你好 這是巧果 對 這個怎麼賣啊 這40塊錢一包 40塊一包 這個是多少的分量 一包的話是9兩 一包9兩 然後咱們端午節能賣多少大概 一天的話差不多一兩百包 我國的傳統是在七夕吃巧果 以祈求惠心巧思 可紹興卻是在端午吃巧果 每當農曆五月 便是小麥豐收的季節 端午恰逢此時 所以就流傳下來 端午節做巧果吃巧果的習俗 媽呀 這個體驗感 師傅我感的這個 不是很好 這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第一次這麼做 還沒抽到你 能看得見嗎 現在這麼一柳 大概是這麼薄厚 就大概有一毫米這麼薄 就在我們的師傅的巧手之下 巧果出自於巧手 如果說巧果的前期製作 靠的是手上功夫 那麼油炸巧果 則是一項更講究經驗的技術活 咱們這個油溫有多少 油溫的話 一般到八到九成 八到九成 它要慢慢的炸製的 慢慢的炸製 現在放上去了 感覺整一個就烹起來了 對對對 要炸多少時間 差不多要等一下不停地翻 然後把巧果都翻均勻了 帶一點金黃色就可以撈出來 顏色不要太深 顏色不要太深 如果你覺得是已經熟了 再撈起來的話 它一會兒還會變色變黑 如燕的阿五私房菜 是一家做地道紹興菜的飯館 他家的傳統點心 因為是純手工製作 用料講究 說到當地人和遊客的喜歡 這鍋剛出爐的你嘗一下 好香啊 對 路過的人都能聞到香味 旁邊這麼多人都在看著 有些客人就是聞到香味 才進來買的 味有暗香來 味道的味 我就感覺它特別的脆 而且有一種米和麵的那種香氣在 還有芝麻的香氣 有一股椒鹽味 它吃進去 因為如果你做純甜的話 它吃了會膩口 嗯 做一點膠鹽味 咸甜的那個比例調好 所以吃了它越吃越想吃 紹興黃酒小鎮裡 各種獨具特色的民俗活動 也深受遊客們的喜愛 參加這些活動 不僅可以感受到 中國傳統節日的喜慶氛圍 還能近距離地 了解當地的民俗風情 端午家節 新郎新娘 派喜眾 送吉祥了 我們小鎮呢 想通過送運婚禮的這種形式和載體 讓我們更多的遊客 瞭解我們送運的文化 更瞭解我們小鎮的一個底蘊和文化 同時呢 我們也想讓更多的遊客 能夠在我們的端午的節假日 瞭解我們小鎮的更多的特產 和我們紹興的風俗 千年小鎮 千年小鎮 黃酒飄香 端午時節 龍舟淨渡 五黃橋國 肉粽軟弄 傳統的味道 讓這裡的百姓 有了更多的創富機會 也讓小鎮贏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明天有了更多的 心血 讓小鎮贏得來 現在我們有了更多的 體驗 感谢观看